今年的多倫多國際電影節恢復實體舉行 本地商家預期電影節將會帶來更多生意 不過仍未達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梁超明的報道 多倫多國際電影節每年九月中舉辦 對商家來說 這是下季旅遊高峰期之後又巨大相機 由餐廳老闆說 做得好能夠十天電影節期間賺到平常一個月的利潤 一項2013年的市場調查顯示 多倫多國際電影節被多倫多帶來最少一億八千萬元經濟效益 但新冠疫情打斷了這個商業傳統 電影節連續兩年在線上或小規模舉辦 沒有明星效應的電影節帶來的商業效益也大幅度減少 不過現在已經進入後疫情時代 電影節主辦方表示今年將全面恢復以往的規模 將有一大批明星來到多倫多走紅地毯 不過很多本地商家表示不期望一下子恢復到疫情前的生意規模 再加上現在人手短缺時薪及原料價格提高 他們將更加謹慎保守應對今次電影節